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大家早安 我是兰花姐姐 今天是一个得胜的早晨 上帝说 每个早晨这都是新的 他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个新的早晨 神对我奇妙的爱更加倍新鲜 每个新的早晨 十字架奇妙的爱更加倍新鲜 他的信实广大 他的爱恒长 他的救赎伟大 每个新的早晨 神对我深厚怜悯更加倍新鲜 天桥教会是属天的祭司 要将人从此岸带到彼岸 从黑暗的国度 带入圣洁光明的国度 由罪人变为义人 从属世的人变为属灵的人 我们也是红桥传道会 红 彩虹是上帝恩典的记号 在这混浊悖逆 有如洪水的时代 我们要顺服神的吩咐 坚守我们清洁的心 当我们看见天边的那一道彩虹 就感恩 就知道上帝永恒的应许 永不改变 神要我们从世界出来 带着上帝的爱与权柄 我们期待 我们盼望 台南市将因众弟兄姐妹们 同心合意的祷告 用最单纯的心 赞美和敬拜 向这世界发声 愿所有的艺术都荣耀神 愿所有的商界都荣耀神 愿所有的教会都荣耀神 愿所有的媒体都荣耀神 愿所有的教育都荣耀神 愿所有的家庭都荣耀神 愿所有的政府部门 机构官员都荣耀神 愿台南市福音化 愿所有的城市都福音化 愿这世上所有的行业都福音化 愿神复活的大能 带领我们迎向新的生命 愿我们的灵魂体都属乎神 愿我们众弟兄姐妹们 都身体健壮灵魂兴盛 家庭富足 生养众多 昌盛繁茂 愿我们都成为城市的精英 愿我们都成为城市的祝福 使人因我们而蒙福 愿更多的祷告涌进来 我们千人万人的祷告与赞美 围绕在神 施恩的宝座前 愿祂垂听我们的祷告 连续我们 恩待我们 带领我们翻转这个城市 让黑暗的势力都离开 让圣洁大能的光照片全地 愿祂赦罪的恩典 不再纪念我们的过犯 愿祂复活的大能 恩待我们 直到千代万代 阿们 阿们 朝乎中知归和众人的道路 是你创造天地和万物 朝乎中过渡 朝乎权威 朝乎这世间所知和所想象 朝乎这世上的财富和珍宝 无一世无能与你相比 您是家 埋藏在世东 您舍神秘 没知却更孤单 相比对 走进他载体 生活死亡 一顾年华 朝乎一切 朝乎中权能 朝乎中望 朝乎中收藏歌 宇宙中关乎 朝乎中知归和众人的道路 是你创造天地和万物 朝乎中过渡 朝乎权威 朝乎中央这世间所知和所想象 朝乎这世上的财富和珍宝 无一世无能与你相比 您是家 埋藏在世东 您舍神秘 没知却更孤单 相比对 走进他载体 你生过死亡 生过死亡 你不念我 朝乎一切 你是家 埋藏在世东 您舍神秘 没知却更孤单 你生过死亡 像玫瑰 走进他载体 你生过死亡 您不念我 朝乎一切 平时家 埋藏在世东 您舍神秘 没知却更孤单 像玫瑰 走进他载体 一生过死亡 您不念我 朝乎一切 耶 弟兄姊妹早安 平安 Good morning 眼睛有睁開嗎? 還是有一點點那個酸澀 沒有關係 就是新的一天 我們靠著神來重新得力 新的一天我們靠著神 我們的眼睛要明亮 我們手中所做的事情盡都順利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我自己在聖經裡面 最最最最喜歡的 一個章節 就是呢 我不曉得每個人 因為聖經66卷書嘛 就是各有各的喜好者 有的人喜歡舊約 有的人喜歡創世紀 有的人喜歡就是 新約裡面的這樣子的 馬太馬可 約翰路加 各有各的喜好者 那我自己最喜歡的一卷呢 是我自己以前啊 最讀不懂也最不喜歡的 叫做雅歌 我其實到去年之前啊 我從來沒有讀懂過雅歌在寫什麼 我甚至以前就是在讀的時候 當然我以前也沒有很乖乖在讀聖經 是這兩三年來到天橋之後 我培養了讀聖經的習慣 然後對聖經產生了一個莫大的渴慕這樣子 那以前這個雅歌我是幾乎都是跳過去的 因為我其實不太懂為什麼要在聖經的中間 放一卷有關於好像男女情愛的這種 小情小愛的東西 我就是每次讀我都覺得很便扭 我怎麼讀我都覺得我讀不懂 所以有時候我就跳過去了 看了一兩張我就跳過去了 可是去年的年初的時候喔 我們的韓吉啊吉吉啊 他就跟我說你有沒有在讀雅歌 你讀一下雅歌 你身為一個敬拜者你要讀雅歌 我就想說What 敬拜者跟雅歌有什麼關係 那我那時候就是OK 我就把這句話放在心裡 但我也還是沒有很想讀 但是呢你知道有時候很奇妙喔 就是當神想要你去讀一個東西 或想要你去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這件事情呢就不會只有一個人跟你講 屢世不爽 試看看回想一下 你生命中一定是這樣子 那就再隔了不久呢 封恩姐也跟我講 你要讀雅歌 我說什麼 連續這麼近的時間 突然兩個人都叫我讀雅歌 然後我就那時候就有點很坦白的跟他說 雅歌我真的 我讀不下去 我讀不懂耶 我就不覺得那個男女的情愛 有什麼好讀的啊 我自己就覺得我自己是 男女的關係的高手 啊不是就是 太高舉自己對不起 就是我就自己覺得這個東西 我真的是沒有那個感動想要讀 可是 欸第二個人 當封恩姐這樣跟我講的時候呢 他就說來 我先那個介紹你去看一下喔 有一個牧師 妮可牧師祭司 他寫了一個叫做 墨世心腹 他專門在 這個研讀 就是他專門呢 對於這個雅歌這八章呢 他做了一個非常精細的講解 對於這個整個 整個雅歌裡面的時空背景 你從這個角度去讀看看 我跟你說 不讀還好 一讀整個 認讀二賣 我讀雅歌啊 我記得我去年的年初的時候 讀這個雅歌的時候啊 我後來啊 我對於神對我們的愛 對於我們這些心腹的愛 居然是 居然是如此的巨大 那個我讀雅歌 讀到我每一天 我記得我那時候是 我每看一張 我都被他那個強大的愛感動不已 我不曉得神居然愛我們 愛到這種程度 當然我知道神愛世人 捨下他的獨生愛子 這個我知道 我知道神愛我們 愛到這種程度 但是我的意思是 當你自己的內心 你讀那個章節 你跟神的話有連結的時候 我的那個 好像我的心就被打開了 原來神的愛真的 愛我們愛到這種程度 所以就是 當然這是我自己個人的 我自己的個人的體驗 可是我也分享給各位 就是大家如果 也有這樣的感動 今天聽巧蓮分享完之後 有這樣的感動的話 試著去讀看看 不是用男女的角度 乃是用神跟你的角度 去讀看看雅歌 我覺得弟兄姐妹們 你們會有很不一樣的看見 希望你們也有跟我一樣的獲得 那這個雅歌呢 裡面有非常非常多 非常優美的字句 當然大家最耳熟能想的就是 第一張第一句嘛 就是這個 這個索羅門的這個雅歌 是歌中之歌 它是你的愛情比酒更美 這個東西我告訴你 都還沒有進入到最核心 你慢慢一字一句去咀嚼的時候呢 我希望你們也可以感受到這個神的愛 我先念幾句 我自己覺得很喜歡的東西給大家聽 比方說第一張啊 它裡面有講到就是說 好我先從第二節開始念哈 願它用口與我親嘴 以你的愛情比酒更美 你的高油辛香 你的名如同倒出來的香膏 所以眾同女都愛你 願你吸引我 我們就快跑跟隨你 王帶我進了內室 還有第八節 你這女子中極美麗的 你若不知道 只管跟隨羊群的角蹤去 把你的山羊羔放在牧人帳篷的旁邊 我的家偶 我將你比法老車上套的駿馬 你的兩腮因髮便而秀美 你的景象因珠串而華麗 我們要為你鞭上金便 鑲上銀釘 希望大家可以慢慢咀嚼這些東西 這些是我自己後來讀的時候 我很喜歡的 所以跟大家分享 還有第二張 這句大家也很常聽到 我是沙倫的玫瑰花 是古中的百合花 我的家偶在女子中 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內 然後這邊還有講到 第七節 耶路撒冷的眾女子啊 我指著羚羊或田野的母鹿 嘱咐你們 不要驚動 不要叫醒 我所親愛的 等她自己情願 第八節 寒極的最愛 聽啊 是我良人的聲音 看啊 她串山越嶺而來 她每次只要聽到 串山越嶺這句 她就一定要唱張正月的歌 我不知道她為什麼都要這樣 她就要一直唱 當你在 得得得得得得得 她就是很愛 就是每次只要我講一個金句 她就是講這個 就是anyway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我們自己 好 我們自己生活當中一些 很有趣味的事情 那我這邊就是先唸雅各的經節到這邊給大家 我覺得我因為我讀這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我又跟神的關係更親密 那我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這個關係的部分 因為我們常常聽很多的牧者啊 我們自己的牧師也很常講 就是我們自己要先跟人要先跟神和好 所以其實在去年呢 也因著我覺得我讀了雅各這個東西 我覺得我跟神的關係又更緊密 然後我覺得好像神又打開了我的看見 跟我看到他的愛對我是多麼的澎湃 串山月嶺而來 所以呢也因著神跟我的關係 我自己我自己的感動就是我覺得我更加的親密 我跟神又回復到了一個我覺得更 更美好的一個關係之後呢 我覺得神也為我鋪路 也讓我就跟我的公婆和好 所以在去年初這樣讀完雅各之後 那後來我自己經歷到了我跟公婆十幾年的關係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和好 我真的覺得這個跟我們自己 跟神的關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這個跟神的關係 我覺得有非常非常多的層面 當然我們也知道 從來都不是因為我們做了什麼 所以我們領受到這些恩典 因為神的恩典 乃是我們在還沒有做任何事情以前 神就拣選了我們 就是神的愛就是這樣的美好 但是如何繼續的扎根在神的話語當中 然後當你越來越多的跟他同住的時候 然後你就越感受到他每天在你生命中 那種很緊密 不是因著某一些事情的說你尋求他 而是你時時刻刻都感受到他在你身旁 我希望每一個弟兄姐妹啊 每一天都可以領受到這種很親密的關係 因為當你知道你的身旁你在做任何事情 都有一位這樣的神在保抱你 在環繞著你的時候 那樣的一個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我剛才會一開始的時候才會說 我覺得讀了雅各之後打通我的任督二脈 感受到神的愛每天都在我的生命當中湧流 然後也重新用神的角度去看一些以前過去 讓我覺得很傷害很不舒服的人 其實當你用神的角度去看某一些事情 或者是過去那些放不下的事情的時候 這些事情都會被翻轉 這些不可愛的人瞬間也都變得很可愛了 我覺得這幾個禮拜啊 我從我們憲平牧師的講道裡面啊 我得著很多很多的東西跟新的想法 特別也是我們憲平牧師就是有講到 這邊有寫到 就是他是一個很懂得認同別人 我覺得他很懂得認同也接納一些意見跟想法 跟我們不一樣的人 我其實有的時候我常常會因著我自己的一些過去的想法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當下很立即的就接受一些別人的言談 或者是我覺得就是很刺了 我覺得你講的不對我就沒有辦法 好像繼續跟他談話下去 雖然表面上都裝得好像可以 可是我心裡面其實那個聲音很快就 那個過去的我就會又開始有批判的聲音 可是後來就是我聽牧師說 他也因著可能陪伴著一些也許信仰不同的人 陪伴了十幾二十幾年 然後對方終於覺得 哇你都能夠接受跟你不同信仰的人 所以我也決定要接受你的信仰 當我聽到牧師講到這樣的一些訊息跟見證的時候 我覺得非常的激勵 因為當然我們都希望我們生命中的朋友 我們所愛的人家人 都來一起來享受這個永生的福分 我們一起來享受這個天國兒女的這樣的一個身份 可是我們要如何在他們還沒有辦法接受之前 我們先接受他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認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因著我們先知道我們跟神的關係 我們懂得用神的眼光神的角度去看這些跟我們想法不一樣的人 甚至進而包容甚至進而接受甚至進而愛他們 我覺得這樣才是一個神的心意神的眼光 所以我自己有時候像我自己在跟先生傳福音的時候 我先生的包容性就比我大很多 他有辦法接受一些比方說跟我們信仰不同的人 談一些他們的他們自己的觀點 他們的神他們的佛 那我自己有時候不行 可是我現在覺得我有進步了 就是我學習用那個憲屏牧師說的 我們也試著了解別人的信仰 跟他們的他們的神 他們所敬拜的他們的這個信仰 我覺得也讓我自己好像又重新的思想了這個 怎麼樣是神的愛 怎麼樣是神的心意 神就已經這麼愛我了 我為什麼不能愛跟我一見不一樣的人呢 神都已經這麼愛我了 神都這些人也是神的創造啊 他們也是這個神的計畫裡面的一部分 他們不論他們是我們自己屬神的百姓 或者是他們還在奔跑的路程當中 他們還不認識神 或當中有什麼攔阻的 我覺得更多的認同 更多用神的愛去愛他們 這個是我覺得我自己在 我自己後來信仰的歷程當中 我覺得在跟神建立關係當中 神一點一點在教導我的 所以我覺得也希望就是現在在聽的 在聽的你們每一個人 我們試著努力的讓我們自己的想法 試著讓我們自己的心態改變 即便他現在的信仰跟我們不同 即便禮拜天我們來教會他們要去廟裡 即便有時候他們無法認同這一位 我們所謂口中的真神 我覺得那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憑著信心禱告 我們憑著就是這個神的應許 我們知道一人得救全假就得救這個應許 我們知道就是神是信實的神 他是讓我們的盼望不落空的神 我們憑著這些的話語 憑著神的愛就在我們的裡面 我們就剛強起來 所以我們每一天 我們就來用這樣的眼光來愛這些人 愛我們身旁這些人 不是用嘴巴講喔 是要真的活出來喔 是要真的過去擁抱他們 是要真的有同理心的去傾聽他們的需要 他們的想要 我想當我們真的做到了那個傾聽 了解別人需要的同時 某個時間點 就換他們接受我們的想法 就讓他們接受擁抱我們這位真神 大家我們就是 一起來為這些我們身旁的人 我們來做一個禱告好了 親愛的耶穌主啊 謝謝你 謝謝你先來恢復我們跟你的關係 你的愛就是如此的美好 因你就是愛的源頭 你教會了我們什麼是愛 這世上也沒有比你更大的愛了 主啊你把這樣的一個愛人的心智 放在我們的生命裡 讓我們更多更多的用你的愛 不是我們人自己肉體的愛 那是用你從神而來 那天賦的愛 那包容的愛 那慈祥的愛 去看待我們生命中 每一個在我們身旁的 我們所愛的家人 甚至是我們的朋友 我們的同事 即便是這些人 他們對於我們的話語不認同 他們反駁我們 他們有他們的立場 但是沒有關係 主啊讓我們學習用你的愛 用你的眼光去愛他們 主啊我們相信 你要成就的事情 也許不是照著我們的時間 但是主啊 懇求你照著你的時間 你的旨意 你就來祝福他們 不只我們領受這個救恩 我們要更多的奉耶穌的名 來宣告這些人 他們也要得著你的救恩 他們也要來被你的愛 大大的觸摸 謝謝你主耶穌 主啊謝謝你愛我們 也保守我們所有的弟兄姊妹們 在今天一整天 就要來經歷你奇妙的帶領 在今天一整天 我們就要經歷一個關係的突破 關係的回復 感謝讚美你 謝謝聖靈與我們同在 也懇求聖靈每天不斷的光照 教導指教我們 祷告奉靠聖結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Amen 弟兄姊妹 拜拜 加油 吉他人 祝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